如果侍奉被人利用或被人压迫侍奉的感觉 这会带给人伤害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有意无意伤害 他有意无意伤害 我就刻意不给他伤害 基本上秘密就是这样 他有意无意伤害我 我刻意不给他伤害 用各样的智慧 第一就是有神同在 第二就是我将他化解 他强迫我做 不过我不是想他强迫我做 而是我为了神而甘心来做 他说你要做这件事 可以我们做得不开心 甚至家人叫我们做一件事 我们不开心 但我刻意 我是选择我去土神起业 这样做的时候 就算我是被迫去做 但是我开心去做 譬如有一天我被人捉了 譬如被人捉了去 被人捉了去坐牢 然后你要做苦工 我可以有种心 但是又要做苦工 但我可以怎样呢 感谢神 我现在享受神 我在那里做这些苦工 我在那里荣耀神 我在那里见证神 我在那里做得开心心 比其他人更加开心 我是荣耀神的 可能有些其他囚犯都说 为什么你一直笑着 为什么你会这么开心呢 我告诉他 我有耶稣 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解 就算他不用有机会说 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而我会能够在受逼班的情况 都这么兴散 就是他是逼我 但我将他变为我今生为你做 ей稿 永远